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A股全日通 我是陈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的药材证券的A股分析员 潘灵桥潘小姐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A股走势 潘小姐你好 陈子你好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截至到今日收盘为止A股的具体表现 那么今天呢对有微生的这个状况 那么上证指数是涨58点 暴在3007点也是恢复了这个3000点的关口 那么深圳城指呢是涨366点 暴在10344点 那么湖山300指呢 暴在321点上涨了65点 那么创业板指呢是上涨115点 暴在2175点 那么派小姐最近这几日的A股 其实都是有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 那么也是呢 让昨天这个监管层啊 是发出了一些安稳大家一些情绪的这样一些表态 那么首先呢也是对这个注册制啊进行了一个表态 就表示不会一步到位 那不会导致新股呢是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容 那么同时也表示会继续控制这个大股东的减持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呢 离安人民币周四呢是再次的受压 那么今天呢也是跌进将近400点子 那么也是回吐了前几天的这样一个回稳的一些这个幅度 那么派小姐消息面上的种种的利弹也好 是利好也好这些因素啊 你综合这些因素是怎么看A股的后市情况呢 嗯那么首先呢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那么监管层也有一些的表态来这个安抚市场情绪 但是嗯主要呢 像是这个证监会方面呢 都有提到那么注册制方面呢 3月1号呢 并不是这个正式启动的这个日期 那么具体的日期呢 也会到时候呢 提前的一个公告的 另外呢 在这个互生交易所方面呢 都是表态呢 继续的一个关注 严格的这个监控大股东的减持行为 但是呢 其实这些表态呢 并没有对市场呢 产生一个太大的一个提振 那么今天开盘之后呢 那么两市也都是一个跳空低开的状况 市场情绪呢 一度是在早盘呢 比较的低迷 那么今年以来呢 这个九个的一个交易日上面呢 这个这个两市方面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 像是呢 互指的跌幅呢 就已经是有超过这个一成五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这些融资盘呢 也都是已经是接近的这种 一个平仓的警戒线位置 所以呢 在这个市场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呢 都有比较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些的一个融资盘呢 在进行清仓 或者是一个被强制平仓了 那么令到呢 市场的一个抛压呢 都比较的大 所以呢 两融余额方面呢 也都是出现了这种九连降的状况 目前都已经是在这个1.02万亿的水平左右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截止到昨天呢 都有数据显示呢 一共是有这个189只的个股股权质押呢 都已经是跌破了理论的这种平仓线附近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市场呢 也是对这个投资 这个整体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风险的担忧呢 都还是存在的 令到呢 投资者的观望气氛呢 是比较的浓一些 那么另外呢 人民币汇率方面呢 又有所这个贬值 那么也是呢 令到呢 这个短期看呢 要看这个央行呢 能不能够继续的一个稳定住 这个人民汇率的这种贬值的一个趋势 那么在经济面上呢 虽然呢 昨天公布的这个12月份的 这个进出口数据是好过预期的 但是呢 也看到呢 有一些的分析呢 认为呢 当中呢 超预期的这部分呢 可能是跟一些的一个虚假贸易有关 所以那么整体的这种 经济前景不乐观的一个预期呢 都是没有呢 被扭转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都令到呢 市场的一个前景呢 可能短期来看呢 并不会特别的一个热观 那么虽然呢 今天在这个午后呢 创业版的一些公司呢 都有表态呢 会采取一个各种的措施来稳定 这个参与稳定市场 并且呢 多个的一个公司呢 都表态呢 不会进行这个减持 要在这个 这个半年内不减持 但是呢 那么不减持呢 也都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呢 会这个增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虽然呢 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都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状况呢 但是呢 能不能够持续的一个反弹呢 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不确定性的 那么从技术面上看的话呢 护制呢 都依然是处在这种下降轨的过程当中 没有打破 虽然呢 今天是有收于一根的一个大洋竹 但是呢 这个成交量方面呢 也都没有这个明显的放大 用短期来看呢 并不能够过于的热观 下方的支撑呢 看在这个去年全年低位的2850点 看能不能够守住 上方的阻力位置呢 看在这个五天线3035点的位置 那么看完了大事呢 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个石化板块方面啊 那么随着这个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 也是再次创下了12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 那么2016年的这个首轮成品油的价格呢 也是一如大家预期的是有所下调 那么根据发改委所发出的通知呢 从今天临时开始将分别下调 弃柴油零售限价 140元每吨和135元每吨 那么在下调这个油价的同时呢 发改委还表示 进一步的完善成品油的这个定价机制 那么设置调控上线呢 是为每桶130美元 那么下线呢 是为每桶40美元的 所以潘小姐对于这样一些的限制 你是怎么看这个石化板块之后的发展的呢 那么首先在这个国际油价方面呢 近段时间呢 油价下跌都是比较的一个急的 那么一方面呢 像是这个昨天晚上公布的 一个美国的原油的库存呢 都是创出这个新高 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方面呢也有可能呢 在这个下周一呢 就这个解除了这个经济的制裁 那么市场分析也都认为呢 可能短在个数周之内呢 解除了这个制裁之后呢 都会令到呢 这个原油的产量呢 是提高到这个50万桶的这种日产量 那么令到呢 整个的一个原油市场供应 这个进一步的出现一个过剩的状况 也是能对这个油价都产生一个打击 那么但是呢 始终呢认为呢 是在这个30美元附近的一个位置上面呢 可能油价继续大跌的空间呢 都并不会特别的大的 而另外呢 在这个成品油价格方面呢 之前呢 发改委是已经暂停了两次 没有进行这个油价的下调 那么市场呢 是有一部分的一个预期是认为 那么油价方面呢 都不会再进一步的一个下调了 但是那么这一次呢 油价又是有出现一个下调 那么也是能令到呢 市场呢 对这个石油的这些个股方面呢 有产生一定的这个打击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新的一个完善之后的成品油机制方面呢 如果是在这个油价处于一个高位的状况的话呢 那么在30 这个130美元每桶 以上的一个位置呢 那么成品油的一个价格呢 不跟随进行一个调整的话呢 就意味着呢 对于这些 这个石油的一个生产商来说呢 相应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成本上面 会有所增加 但是呢 在收入上面呢 并不能够跟随增加 那么这方面呢 是一个并不是正面的一个影响 而另外一方面呢 当油价是 这个国际油价低于 40美元每桶的一个时候呢 那么虽然说呢 相应的一个国内的一个成品油价格呢 不跟随进行一个调整呢 但是呢 那么这部分的一个收益呢 也是发改委呢 成立了一个油价调控风险准备金 那么将这个资金呢 用于这个其他方面 那么并不属于呢 这个石油的这种生产企业 所以说呢 这部分的一个利好的因素呢 并不是这些原油的一个生产 这个生产商方面呢 能够受益到的 此外呢 那么油价不下调之后呢 反而呢 有可能呢 会对一些的一个需求方面呢 产生一些的一个打击 所以呢 从今天的一个 中石油中石化的一个表现上面看呢 股价呢 都是一度的受到这个抑制的 那么反而呢 这个今天尾盘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大势的一个反弹 那个气氛带动 那么最后呢 是有所这个收涨 那么但是呢 今天盘中呢 像是这个中石油的股价呢 也都是创出了 这个两年半的一个新低 那么并不能够排除呢 继续一个探底的一个可能 所以呢 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上面呢 都不能够继续 这个不仅不建议这个买入 好的 感谢潘小姐 给我们做出的详尽分析 希望潘小姐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潘小姐 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